想要找到凶手 就必须回到最根本的问题 想要找到凶手 什么样的人 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可以帮你们破案 条件是 昌蓉必须在方可前的案子上 替我翻案 翻案 我告诉你 忘了是受害者 我是强天翻 时间并不站在你们这边 拖得越久 就会有越多的受害者出现 回去问问你对咱们的意见 什么 死者是不是都没有下腹过 既然你读过教科书 你应该知道 若凶手加死者的头颅隐藏起来 通常代表着凶手不想让人发现 死者的真实身份 而依据《风周刊》的报导 你们警方目前所寻获的所有女性 死者的事关 全部都没有找到夏副部 子宫的位置 这明显已经是这个凶手独特的犯罪签名 夏副部一定有不予人知的秘密 目前四名被害者的接拨报告当中 有人怀孕吗 是又这样 那就代表这个选项不可能 唯一可能的就是 四名女性死者都怀有生命的几率最大 而凶手可能是曾经流产或是群孩子 但没有得到真正关心的人 因此产生了报复心态 还有夏副部这个犯案重点 我认为女性犯罪的成分非常高 我们警察查案靠的是经验跟线索 不是破灰 所以才会一错再错 那到底对我们警察有什么不满 破案才是重点 再一次搞出重点 凶手就别抓了 关我自己吧 学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